讲义十六页这边开始介绍高二 也就是地科下色教材 有关于光谱跟恒星分类赫罗图的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光谱部分 光谱的种类有三种 这个要记一下 那尤其特别注意的是 一般而言理论上我们高温的天体 应该都是会发出连续光谱 但事实上这些高温天体 它们在这些自己发出来的电磁波 通过表面大气的时候 通常会被吸收 所以会出现所谓的暗线 那就所谓的暗线光谱或吸收光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恒星光谱应该都是属于吸收或所谓的暗线光谱 至于稀薄的云气高温云气 它会发出特定的光谱 是属于云线光谱 那像这一些光谱种类 各位就配合基础物理课本相关的知识 然后加以阅读 再来对天文学来讲 一般我们可以按照光谱做很多的天文研究工作 那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透过光谱这些暗线来读出天体的组成 跟基本的特性 然后另外可以透过这些 谱线的偏移情形 利用所谓的红位仪或蓝位仪的现象 来推测天体的运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谱线的分布特征 然后来进行光谱种类的分类 那致上就是所谓的恒星分类 那一般就可以请各位记住 这个今年学测有考光谱形 所以这个该背的 各位就把它背起来 模拟考一般来讲都会考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G-O-E-R My Girl My Guy My Gay 都可以 Kiss me 那这边就是这七个 那事实上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恒星的颜色跟表面温度有关 所以这七型跟表面温度 还有颜色也有对应关系 之前请各位记住这四个色 蓝白黄红 那事实上就是对应到 O型 A型 G型 跟M型 那以太阳来讲 它是一颗G型的恒星 所以颜色就是黄色的 至于插控系的VFK型 就分别是蓝白色 黄白色跟橘色 所以你还是可以利用这四个色 然后来插控系 等于就背了七个色 所以OVFGKM 相当于蓝白色 白色 黄白色 黄色 橘色 黄色 所以代表温度由高 到低温 也是到这七个顺序 这个在短时间内 考试 各位还是背一下 比较保险 至于最后一点 是介绍 都普的效应 那天体在靠近我们运动的时候 它发出来的光 就会类似像 声源在靠近我们的时候 频率会变高 代表波长会变短 所以它会出现蓝移现象 会出现蓝移现象 那相反的 天体在远移的话 会感觉把波长拉长了 所以就会出现 红位移的现象 这就是有关于光谱 光谱的重点 那我们 接着来看一下 高二课本里面 有某些图形 好 这个是所谓的白赤光源 那它发出来的能量 所得到的光谱 类似像 这样一个连续光谱 那 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最高点 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浮正能量最强的波段 对应的 对应的波长 那对应到的波长 那么把MESIMA 多少呢 就可以利用为N定律 算出表面温度高低 那刚刚也讲过了 事实上 恒星基本上 我们看到是吸收光谱 因为它通过一些气体 本身会被做吸收 而哪些成分吸收掉 这个能量 那都是固定的 特定的 那这个吸收 这些具有吸收 这些特定波长的元素 那假使它有机会被激发 它就可以放出 这些特定的波长 那就是能接的跳跃 这个情况观念 请各位参考物理课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它就会在一条色带上面 只出现特定的颜色的波长 那这个叫做明线光谱 亮纹的 明线光谱 就是说的发射光谱 那像这光谱的种类图形 等一下读我们的题目和图片 在一起进行讨论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的光谱 这是把太阳光谱 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钠的谱线 那这代表它被钠成分吸收走 那它这个谱 这个位置的能量就会减弱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叫暗线 这个就是它吸收谱线 至于它这个红尘黄绿蓝电子 这个波段 每一个强弱 可以化成一个连续谱 那这个连续谱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形当中的最高点 比如我们刚刚讲过的 namb.mesh 然后对应到的大概是500 单位注意一下 10nm 就相当于 0.5微米 那这个会跟表面温度 成一个反比关系 可以带入 稳定率 稳定长处 可以计算出表面温度的高低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暗线 被哪些成分吸走 我们就可以得知 它的成分 而我们透过连续谱部分 所得到的最高点 就可以得到 namb.mesh 再用违恩定律 可以算出表面温度高低 以上 这就是光谱的基本概念 跟功能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supposed to be 是 是